那个范志毅 当时确实在世界杯 你们问我 小范替假球了吗 我说我没有证据 证明他替假球 因为我不能胡说 但是 他有没有下球 有没有 那我就不知道 因为我看到了 当年我们曾经在泰国比赛的 一个赌博集团的人 出现在韩国的我们的酒店里 跟他坐在一块 就有了我们主场跟阿曼 阿曼沈阳一比零 因为什么 瓶也出现 那场球肯定是这张孙子 又下球了 因为我一肚子的火 一肚子的气 我们你想打一场比赛 中国队要出现了 赢了 平了都出现 但是你得打呀 我们在主场在沈阳 阿联酋卡塔尔都打三个 怎么到了阿曼 最后就一比零 而且还差点让人进一个 而且那场比赛 踢得很慢 一比零以后就不往上进攻了 你在前面更着急 对吧 我一度的活下来 无处发泄 而且我要讲的一些不好的话 或者感觉我们踢的并不好 你神经病了 你好海东 我们都世界杯出现了 主场他们已经赢了 怎么了 你就有什么不高兴了 或者怎么 对吧 就有人肯定会指责我 这个就是中国社会的现象 中国共产党体制底下 所有大家经历的事情 就是你们看到了 那小贩赌 他是赌大球 我就问问你 刚才说了 那李伟峰政治 再下个小球怎么办 他们就想打五比零 我就问问你 这个场地里面 是不是两架是打起来了 所谓 飞飞就有这种情况出现 懂了吧 最后的结果 很多的事情 最后出来的 都跟技战术 跟所有的足球层面 已经没关系 在这里面 那有足鞋的人在参与 足鞋的高层在参与 所有的他们在不正 这里面我就问问你 飞飞 如果郝海东参与了这些事情 我能有今天站在这儿 跟大家一起来灭共吗 似乎 似乎 感谢观看